來 換你夾個 這碗已經好了 換你一個吧 就夾這裡 快點 喝酒 可以 ваш 硬化 這是最高的 ечение4月 你覺得 Challenge Gospel komb exactamente 說 recorder 抱一下 你會想知道 如果你在這是什麼 會不會 垂 top 嗨 哈囉三位鯊魚的前輩 他說不在地跑已經跑出一燈前輩了 應該是目前最壞的鯊魚了 呃...目前應該是啦 鯊魚人購入之後會不會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需要去解決 現在購入鯊魚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是 不管是引擎啦 或是底盤 其實都需要做一定程度的整理 當然依照底層的不同 其實就會有不同的整理方式 基本上不外乎是一些 管路的老化跟漏油跟線路等等之類的 那零件的取得到的話 GC現在斷掉了嗎? GC開始有一些斷掉了 那引擎的部分是比較沒問題啦 那就是外觀的部分就是會比較難取得 GD的話目前就是少部分外觀零件斷掉 那其他都還可以 那我們知道GC跟GF是台灣最早期的 我們那時候所謂的IGT嘛對不對 那要到現在要顧得這麼漂亮 GCGF在照顧上可能就是要花更多的心力這樣 因為邊界年份真的比較久了 建議GC跟GF如果我們預算有可能的話 在外觀跟底盤整理完之後 我們的動力的話會不會直接建議 就是直接日規的系統 在日後的養護上會比較 會比較方便 就是如果說可以的話 做一個日規化的改裝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移植 對於我們在之後的一些養護上會比較方便 零件系統也比較新 電腦的反應也比較快 那相對上就是會比較穩定 都用GD的系統這樣 移植起來的完整度跟耐用度 相對比較穩定 阿森那我請問一下 未來你這邊是選擇鯊魚的人 什麼樣的族群 一般年輕人來說 他們不太會來我這邊來選購車輛 通常都是差不多40歲上校 他們就是車子要我整理好一定的位置 然後再把車子交給他們 像上一台成交的就是 他大概前前後車子買完 交到車交到他手上 大家熊那邊花的跟一些改裝品 他自己要再提升的東西 他大概那台車買到170的吧 那就是觀念也要很重要 就是我跟他講的東西 他能理解能吸收 那他要的東西 剛好就是我能給他的東西 而不是我讓他一直走冤枉路 然後去改了這個不行 然後再去換另外一個 就是無止境的循環 通常我給他們的東西 就是一次到位 我想請問一下 從我們那時候最早遇到的 都是以現在五六六六七 到現在五六七 就是這當中有什麼樣的設定 改變那可以進步這兩面 其實很多 兩面好嗎 最大的差別就是動力上的上升而已 車體的話就有加裝那個方分而已 我一直想問 GT其實車子裝滿硬的 裝滿硬的對這個車有差別嗎 目前差最多的就是在跑塞道之後 之前在過關的時候 整個車體都會發出一個 轟轟轟轟轟的聲音 自從裝了上去之後 那個聲音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 之前那個聲音應該就是 車體在扭曲的那種聲音 因為很多人就是 可能是從前驅會換到四驅 然後那個瞬間可能會流往 四驅的整個定度也好 就是抓地力收 比前驅還要來的高等 可是我個人就是我覺得 因為在鯊魚 在沒有一個正確的設定的情況下 基本上他遇到 然後驅動的狀態 或是任何一種驅動方式都還要推行 比如說 LSD或是輪胎的規格 就是如果真的要改LSD的話 操控下載到的話 是 我後來又改了前面的LSD 這方度是感覺又蠻明顯的 後擦你會覺得屁股在跑 可是又還不會到說 會要需要到反打的那種地 前擦的話下去就變成 車頭又往彎裡面帶 一般山路其實要開到這樣 那已經很恐怖了 對啊 他在賽道的話是因為 那個Longue比較大 所以可以比較近景的去給油門 我自己先改了後面 我是覺得屁股一直甩 但是 阿雄也有開過我的 就是有一個設定的狀態是 會變成四個輪子一起往外飄 就不會啦 不然就是拿脫輪子 聽阿松講說他換前叉 跟後叉兩個配起來 他覺得差蠻多的 只要輪胎不離地 就有給油門 他還是有辦法再帶回來一些 那有LSD的話就是 不管你輪胎有沒有離地 你只要有給油門 他就是有辦法有一定的旋徑型 對 對 那我會建議四床車的LSD要轉 我預算就是前叉後叉還期待 你為什麼說 彎位枯位是不是 其實後面大概是 彎位或1.5這樣子 那前面大概就是配彎位的LSD 那如果有DCCD的狀態下 有DCCD的狀態下 其實看路況阿 一般的話大概就是 可能偏後驅多一點 那如果說賽道比較允許的路況 可能就是建議把它Lock Lock讓它前後50-50 那其實車子的動態會比較穩定 你玩的部分就是 你這後來有11-153 你是11-153嗎 沒有我還是無控100 他會左腳剎車 所以他不怕臉盤跑位 他一直叫我用左腳剎車 我就不會嘛 我跟蟲毛左腳剎車 我用左腳剎車 點兩下而已啊 摸兩下而已 真的有差 那這裡你在說什麼 我157 因為我跟阿忠有去 我們有兩個DATA有去做比對 但是其實 我們看起來彎數好像沒有差很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跟他的彎數 我們三個都差不多彎數 阿熊 反而阿熊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這傢伙每次幫我們兩個弄好車 我們兩個車都是好的 他永遠都是開最爛的 然後還可以158 我也會這樣講 就是 其實只要來這邊都很好玩 但是他真的很幫忙我們兩個 然後阿熊都是把車子 他自己的車子狀況就是沒有到100% 然後他每次都開到158 我就覺得 他如果車再弄好的話 阿熊應該是1575 就可以再達到他應該有的 最後再建議一下 如果 新手入手這個車子 不管是機器啊 或是機器啊 然後下塞一下 或是反映路 比較更安全 我會建議從底盤的方向去做 就是建議從底盤先做齊 那底盤 就是襯套關節的部分 至少都要正常 然後再來就是 煞車的部分 然後 這部分做好以後 引擎動力我覺得只要順暢就好了 那大概就是 剩下大概就是 如果還可以就是散熱再把它加強 好 超級暢, 超級暢, 更二 超級暢, 你要更加結束 好 再變 度 m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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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車子也沒有變特別快 但是就是心態調整 然後跟夥伴的討論 再去改變一些 就是用掉Data出來啦 看一些彎數不足的地方 我們把23個彎分成46個處理器 慢慢去調整 心態比較重要 所以你也在立保打過頭了 2、3、4次吧 那你瞬間我都覺得完蛋了 那你接下來會再怎麼升級 前LSD後還是 對 前LSD跟動力可能就想動了